今天给大家带来改进版MK8B几厨机的组装教程 首先我们打开包装看一下包装内都有哪些东西 MK8几厨机主体 喷头一个 热敏电阻线和加热管 电机线 配件包 我们将盒子翻到一边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所有配件的特征 几厨机主体部分采用定制一米现长的三热风扇 滚花螺母调节 加上48高度的四二步进电机是几处更加有利 热敏电阻线和加热管 举出头部分 采用高品质的喷嘴一个使得举出更加顺畅精准 一米现长的布金电机线可以先插在电机上 我们打开配件包看一下里面都有哪些东西 倒料管 这就是所有包含的东西 现在我们打开 现在我们来看组断教程 首先我们使用螺丝刀 将金米螺丝拧松 以翻遍加热管以及热敏电阻的安装固定 将金米螺丝拧至合适位置 无需将其拧下来 我们展开加热管和热敏电阻线 首先将热敏电阻同套插入到侧面小孔面 使用扳手将金米螺丝拧紧固定 切记用力过度使热敏电阻损坏 接着将加热管置入到侧面的大孔内 使用六角扳手将金米螺丝拧紧固定住加热管 接着我们拿起热缩管 将热敏电阻线及加热管的线穿过 然后将加热管紧紧套住热敏电阻线和加热管的线 注意要预留够足够的长度给热敏电阻线 以防止折弯的时候发生断裂 套紧后使用热风枪将热缩管收缩 使得固定更加牢固 也可以使用打火机等其他可加热设备去使热缩管收缩 接下来就是保温棉的安装和固定 首先我们将喉管上的铜锣母抿下来放在一边 接着将保温棉按照要求缠绕在加热铝块上 当缠绕好之后我们必须使用高温胶带将保温棉产颈固定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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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保温棉产颈之后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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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大体的我们就已经组装完成了MK8 接着我们使用薄的外六角扳手 接着我们整理一下线材 将所有的扎带剪断 然后将各个线展开 一米的风扇线 电击线 将展开的线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安排好 然后结成一束靠近电击端使用扎带将其固定 剪掉扎带多余的部分 然后将导料管插入到 滚花罗姆旁边的孔内 来看一下整个的专机效果 组装部分到此结束 下一期视频我们将给大家带来MK8B型几出机的测试 以及性能介绍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